昨天做的不好 你今天一直还在那里责怪自己 你饶自己一把吧 放过自己一马吧 明天的事情会怎么样 努力的去做 你过度的预期 也不一定准确的 但是你就是要 一步一步的 到时候 好好的去面对它 最正面的去面对它 它造一根对 这个就让我想到 你现在在做的舞台剧 非常叫做 首先恭喜 谢谢 饮食男女 这个是based on 李安的电影 没错 这个里面你饰演的是 一位父亲 然后应用烹饪 来维系 好像家庭的关系 对 所以这个里面 在一个舞台上面 我们说其实舞台 是所有的台词 都已经写好的 每个人都已经串好了 什么时候要发生 什么样的事情 是 你觉得聆听 在这个状态里面 还是重要的吗 太重要了 怎么说 比方说 我非常喜欢的 一个男演员 叫Tom Hinks 大家都知道 我记得他 在一次访问里面 他就讲过了一句 他说其实acting 讲白了 应该叫它reacting I like that 所以其实 你的所有的动作 所以我们在 做这个舞台剧的时候 在排练之前 排练我们大概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排练 还没有开始排练之前 我们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其实是去深入的探讨 跟挖掘这个角色背后 他的动机是什么 从这个动机才衍生出 他为什么说这个话 他要说什么话 他说这话 就是什么表情 什么感觉 什么东西的话 所以其实 作为一个演员 尤其是在舞台剧 因为他是现场的 他不像拍戏 可能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我们两个是不同天拍的 但是到最后捡起来 变成我们是一段对话 有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舞台剧就是真的 就是现场 而且那个表情是真的 所以他的timing 跟他的感觉 你要是不听对方的话 你的反应 完全会不准确的 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再加上 其实我就讲 当然每个人的 可能他擅长的东西 也不一样 我们是做主持人的 所以其实我刚刚讲了 我们的背景 其实我原先的 我最怕的就是脚本 你要是给落脚本就完了 我们做主持人 尤其是台湾的综艺节目 10个里面 应该9个半 你跟他讲说 按照脚本来 他都会封掉 因为我们要的 就是那个临场 谁都是要在比快 比那个临场的 可是舞台剧的这种东西 他东西是有一个脚本 你要跟着这个本带走 可是跟着这个本带走的 这个时候 对你的反应 其实不是来自于你 你的反应 你反应什么 你反应对方说的话 OK 所以你要是没有听到 对方说的话 你这边演出来的东西 就是不对的 所以你不能先排练好 就是我在这个时候 我听到 我会要摆这个样子 你要每一次 都要把自己刷新 仿佛是第一次 你听到那句话一样 是这样吧 这个是更深一点 就讲到我这次演舞台剧 其实舞台剧的 给我的领悟也非常的多 舞台剧的排练 应该算是我 做过所有表演的方法里面 这个是排练最多的 我们第一次去年演出的时候 我们前期的工作时间 大概有半年 半年的时间去排排排 排到真的是 大家其实每一个字 每一个节拍到哪里 谁站在哪 谁做什么动作 非常清楚 非常非常清楚的 OK 可是非常清楚的状态之下 其实上台是有问题的 OK 因为你的表情什么的 都变成是预设的了 好 而我们有过几次 就是排练排练排练 排练到熟透了的 熟到不能再熟了的 那我们上场演 其实是效果很差的 所以后来现在的 我今年我们已经是第二年了 那现在的 我其实也跟大家分享一个状态 就其实我在排练的时候 排排排 我们排到一定要熟透 熟透到了一个程度之后 我个人的做法 其实很奇怪的 我必须要把我所有排的东西 熟到100%之后 丢掉 怎么丢 忘记它 尽量的 都已经写到你的韧体里面去 应该是这样讲 可能我们跟电脑一样 电脑里面你知道有两种记忆体 一个是RAM 一个是ROM OK 好 等于是从RAM里面把它洗掉 放到后脑 OK 眼前的人是 你不能预期 等一下要发生什么事情 你所有东西 如果说预期了 他就怪了 OK 所以统统我都得丢掉 丢掉了以后 到了台上去 就像我不想 你打不打高尔夫球 我不太打 OK 好 有的人打高尔夫球 也许可以体会我讲的 所以打高尔夫球 你不要看简单的 这样子一个swing 其实如果说 你上过高尔夫球课的人 现在在听这个节目 你上过高尔夫球课的人 你就知道 那个光是把那个杆子举起来 然后到下 举起来到哪一个位置 然后什么时候下杆 什么时候手到哪一个动作 腰要开始动 然后膝盖要弯到哪里 然后怎么样 挤到那个球 然后收杆 一路上 其实我给你 要解破这个动作的话 里面有好多好多细节 所以刚开始练球的时候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而且还有就是 有的时候 有的人可能 已经会打一点了 然后教练一开始指点 你要这个动作 这边要这样子一下 那边要这样子一下 完了 完了 全部跑掉了 所以其实一个打高尔夫球的人 他练球的时候 就是把这可能里面 从灰肝上肝到灰肝 整个可能大概有十几个小动作 要去记得的 可是这些东西 记到最后 它变成是一个 一个muscle memory之后 你要把你所有记得的 这所有的动作 在你灰肝的时候 你是要放掉 忘掉的 你那个在任何时候 你思考其中一个动作 你的灰肝就跑掉了 这就是最难的 把一个你已经练得很熟 而且你有那么多的 不同的指令 在你的脑袋里面 可是变成你不要想 不能想 你不能想 但是你又得想 是 Exactly 所以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奇妙 而且是一个挑战 可是我的确面临到了这个问题 那我也学习到 必须要这样子去做 其实也许人生也就是这样子吧 你有太多的预期 其实不准确的 你看我们都听过这句话 Life is not a rehearsal Life is live 我们的人生是现场直播的 所有东西都是及时发生的 And you're not acting You're not acting You're reacting You're reacting 你不是在演戏 其实你是在 你是在应对 应对 Exactly 就是这样子的 那当然戏剧里面 我们是设定好的 可是那我们 也许在我们的工作的责任上 我们要做到这一点 就是上台的时候 我们要把所有原来的东西 都丢掉 我要再一次的 真实的 应对一次 我这样子就真的可以体会到 为什么当舞台演员 其实是一件非常 这个是 你需要很多的自律 因为你需要这个rehearsal 但是同时 你怎么样可以把自己 又回到那个 original beginner mind 而且是有些时候 一天两场 Right 所以我也经过了这一次 我们跟天作之和 这个剧团合作 这个影视男女音乐剧 真的 我跟你讲 当然我以前 也认识不少剧团的朋友 但我这是第一次 我这样子的参与一个剧团的演出 真的对于音乐剧的演员 对于舞台剧上表演的演员 Oh my god 这个我对他们非常的佩服 这太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也就可以 这个真的可以理解 为什么有一些 就最伟大的演员 像什么 Sir Anthony Hopkins 这些人 他们无论他们在电影上面 已经可以有多大的 多高的片酬 但是他们还是会回到一个剧场 是有些时候一个小剧场 去演好一个角色 也许那个是 也许对他们来讲 对 因为对我来讲 我还在学习 对他们来讲 那可能他回去练功 或者是对他来讲 他需要的是那个东西 But yeah it's very interesting 要把那个全部丢掉一次 然后重新的react 重新的反应 重新的去面对他一次 可是当然这个也是 他的其中一个挑战 那里面所有的喜怒哀乐 我们也要再来一次 One more time 而这个喜怒哀乐 有些时候也是 也可能从你平常的日常生活里面 你也会取样过来 你也把它带到舞台上面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这次演戏 我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领悟 就是说 因为演戏的时候 事情它是real time 它是live的 就过了就过了 在上面不会每次都一样的 live的东西 对 它可能性太多了 有的时候道具不见了 谁的鞋掉了 这让我们在台上都发现 有些忘词了 现在已经演了几十场了 所以很多事情要发生的 但是它过了就是过了 在你演的时候 你必须要非常focus 因为同时会发生很多事情 所以你必须要focus在你眼前的东西 你刚才前面一段 无论做得好 做得不好 你都不能留恋 做得好 你不能做 留恋在我们刚才做得好的那个阶段 刚才那出戏也正好 对 你一留恋 你后面东西就忘了 就会乱掉 刚才不好 你也不能一直在那边 我刚怎么 我刚为什么就不快一点 你这样子也不行 根本来不及 因为下面的也要来了 OK 后面的东西 你也不能预期 因为你预期了 你的反应就不真实了 OK 因为你一定要当时去面对它 你不会有一些地方 像是 例如说有个梗 你抛出来 这个是应该观众应该要笑的 过来的笑声 不如预期 那个是你会不会因为它的笑声的大小 而去稍微再去调整你后面的台词 这个当然还是有一点 有一点点意识的 因为假设是观众笑 笑得太长了 我们后面的词要等一下 因为我们可能 搭到笑声 我们直接说出来 他们会听不见 OK 会稍微等一下 有的tempo会做一点点的微调 但这个大概占我们表演 可能 maybe我的感觉 不会超过5% 不会超过5% 95%还是 专心在我们眼前的 但是我说的这个感觉 就是说 过去的事情 无论你做得好 或者做得不好 好不要去留脸 坏 也不要过度的去责 责怪自己 后面的东西 也不用过度的去预期 因为预期了会有问题的 预期了你到时候不自然 而且你也无法去预期 因为你OK了 别人不一定有什么状况 所以how similar is that to life 人生不是也是如此吗 昨天的辉煌 你今天一直留在那里面 没有意义 昨天做得不好 你今天一直还在那里 责怪自己 你饶自己一把吧 放过自己一马吧 明天的事情会怎么样 努力的去做 你过度的预期 也不一定准确的 但是你就是要一步一步的 到时候好好的去面对它 最正面的去面对它 That's how you can do 我们会把这一段取样下来 人生的智慧 聂云的人生智慧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Exactly 其实你这样讲 真的也让我想到 我爸以前也演过舞台剧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是从舞台上面 有体会到同样的 但他也经常会叮嘱我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我们身为创作者 并不是每一本书都一定会卖得很好 并不是每一篇文章大家都会喜欢 那他也常常跟我讲 他说你就是要继续做 你要care 你必须要你要关心大家要想什么 大家想看什么 但是你也不能太关心 其实人生也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我也是你爸爸的粉丝之一 那我觉得 其实在这里面 我觉得人生几乎所有的事情 我们应该要找到的都是一个balance 都是一个平衡 somewhere in there都是有一个平衡的 所有东西它都有它的不同的面向 找到这个平衡点是一门艺术 那个其实就是人生的艺术 everything has to have a balance 但是当然当我爸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 I'm always like easy for you to say 对你说起来可以很潇洒 你已经写过这么讲几一百本书了 现在应该已经超过一百本书了 所以有很多东西 我觉得聆听这件事情真的还蛮妙的是 有很多的listening 其实是post fact 甚至是很多年之后 你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你碰到了一件事 突然一句过去 有某一个人跟你说过的一句话 会冒出来 absolutely 对不对 这个事情可能在你身上更多 因为你的爸爸真的是 他已经放了太多金句 在很多人的脑袋里面 对 所以 exactly 所以就算是 所以好 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听是多么大的一个挑战 我们应该花多少的精力去听 因为就算你当时听懂了 你真的当时听懂了 有一天也许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你才会说 wow 原来这个话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们刚才在讲说 我们身为parents 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小孩讲 然后现在跳位思考 我们想说我们的小孩 听不听得懂我们说的话 maybe many years later 没错 所以我们身为另外一个角色 当我们自己是儿子 我们听我们自己 我们的爸妈跟我们说的话 you know when does that come in so you know what 讲白了 其实就我有时候觉得 我们人其实常常高估了自己 我们高估了什么东西 其实高估了就是说 我们的科技进步了很多 尤其是在过去这100年 It's incredible 我们的过去这100年 我们的科技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 而且让我们的生活改变 我们的生活习惯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但人的evolution 我们人的这个进化 其实不是在这100年发生 我们已经几十万年的时间 然后一路进化到今天的我们 其实很多我们高估了我们的能力 我觉得有些东西也许我们的这个进化 还没有跟上我们的科技的变化的 像我们刚刚讲到了很多这些东西 其实这些是几个generation 都没有改变过的事情 我们跟我们爸妈之间的沟通 跟我们现在跟我们孩子之间沟通 其实大同小异 大同小异 他当年跟你 或者是我爸妈当年跟我沟通 所面临到的挑战 跟面临到困难 跟我现在也没有太大差异 他们跟他们孩子也不会有太大差异的 所以这个几 可能过去这五个generation 十个generation的差别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可是我们面临到的挑战 有极大的改变 现在多了手机 多了app 多了电视 多了all kinds of content 所以他其实要跟上这些东西 是不容易的 可是fundamentally 其实我们应该要有意识的 把这些杂音要拿掉 该拿掉的杂音拿掉 因为我们其实连最fundamental 最基本的 我说的这句话 你听懂了没 都还不一定搞定了 这个让我想到 之前 Ted Ted他们每一年会有个Ted Prize 有一年的Ted Prize winner 印象特别深刻 他们是一个公司 一个startup叫做Story Core S-T-O-R-Y-C-O-R-P-S Story Core 那他们所做的这个宗旨 为什么他拿到Ted Prize 他就说 我想要运用科技 来留下人的故事 留下人的故事 以便后面的人 可以好好的聆听 所以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有做几件事情 像是他们拉一整个 Mobile Recording Studio 可以拉一个货柜 到纽约的时报广场 车随马龙 这要吵得不得了 不是一个 你会听到人的地方 你知道那边 就是那种蜘蛛人 就玩一些 街头艺人那些 他们拉一个 Recording Studio进去 任何人都可以进去 booking the time 进去里面的时候 你就有一支麦克风 你可以单口 录下一个 你想要跟世界 留下的故事 或者是 你可以跟你旁边的人 聊天 访问 透过一段时间里面 他们收集了 一些了不起的故事 Parents and Kids Lovers Random Strangers 陌生人之间的 熟人之间的 这些 而这些全部都在网路上面 所以你上去 他们的网站的时候 他们现在已经有 已经不晓得有多少 大概100万之计的故事 因为他们后来 还有开 任何人都线上 都可以去上传的故事 他们就想要成为一个 留下人的故事的 一个地方 因为有太多的东西 太多的情感 甚至太多的智慧 是留在故事里面 但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被 人生耽误了 而没说出这个故事 没错 或者是被 被干扰了 没有去听到 没有去听 所以就我们那天 开始讨论了这话 你又问我说 为什么想要讲这个时候 我就跟你讲 我说其实 我有一种感觉 因为小时候的 我很喜欢钓鱼 然后常常钓鱼 会碰到一些 奇奇怪怪的人 也不是说奇奇怪怪的人 就是在海边 或在河边 晚上也没事做 但钓鱼 大家都全部坐在那等 所以在等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会聊天 就会讲话 当然这里 形形色色的人都有 年龄层也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有好多次 我觉得很有趣 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人 讲了不一样的事情 或者不一样的看法 所以我们那天 在吃饭的时候 聊到这个 今天要来做这个podcast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 我说 其实有没有想过 也许就是一个 街边不认识的人 或者是也许坐在捷运 你旁边的座位上的 那一个人 他可能就有一段 不是可能 他一定 有一段精彩到不行 可能比你过去这一年 看过最好看的那一出网剧 要精彩十倍的一个故事 但是谁在听 who is listening 如果说你可以 ask the right question 或者是你的耳朵 或者你听的频率 有听到了 你的周边 其实充满了这些事情的 我觉得这个收获是很大的 我觉得这个 无论是你身边的陌生人 这个让我想到 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的确我后来 我跟我们学校校外 有一个 他们有很多流浪汉 在Harvard Square那边 我跟一个流浪汉 后来成了朋友 也听了他的故事 后来把那个故事 还写到我的书里面 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 都是一条命 这条命 它是一条故事线 是是是 而当你去想说是 你今天你为什么会 在街头的时候 其实你后来发现 这是一连串的 不得已加上 可能不幸的选择 right 那这个 你到最后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 其实没有绝对对错 当然 对不对 那所以 OK 陌生人是一个 但是我们身边的呢 跟我们最贴近的人 其实坦白说 有很多时候 我觉得我最无法 一直听下去的 可能就是我父母亲 因为跟他们太近了 他们常常说 虽然我现在 都已经这把年岁了 四十好几 他们还是会跟我 像个小孩子一样讲话 你跟我童年 你小心点 我跟大家讲 我三十几 看起来像 但是真的 所以我自己 其实这个 这个当然讲到 我后来我看 一些访问 然后以及我们 有一次我们碰面的时候 这个我也才知道 就像是你跟你父亲 非常close 那尤其在你父亲 他是2019年的时候 他去世 不过在那个之前 你花了很多时间 来听他 跟他讲故事 没错 我觉得这个 这个真的让我看 我觉得很感动 You know 其实那段时间 我爸爸搬回来台湾 然后年纪也大了 我照顾他 然后一路到他离开 这一个过程 当然我们要跟亲人说 再见 对 我是一个很怕说再见的人 那这个过程 当然 这个 有太多的 这个 这个痛 跟不舍 可是我 我好珍惜 因为 那个时候 这种 就是人 我们 真的太 太无知了 我们人在这世界上 时间是有限的 每个人都知道有限 但是我们 大部分的人 过着每一天 觉得 都是觉得 是无限的 I have all the time 但是当我爸爸 那个时候 接近他 身体越来越不好 然后知道他要离开 都是眼前看得到的 当然这段时间 我们有机会 能够相处 是多么的珍贵 甚至是 比方说我爸爸 他先生病 进了医院 进了医院 我们那时候 天天去看他 然后 孙子也在旁边 我们带孩子去看他 然后 中间有一段 对 进了医院 他要治疗 有很多的问题 其实这些东西 都是 也是我的人生 第一次要去面对的 然后 怎么做决定 要做什么治疗 这样子 然后一路到 进了医院 那个一两个月之后 他有好转 有好转之后 医生说他可以回家了 回家了之后 到了家 一进了家 我记得 第一件事情 做的事情 就是 我全部都settle好了 他 在他的房间里面 我说我们今天 要好好聊一下 要聊什么 就是我要知道 你这次在医院里面 我所做的这些决定 是不是你想要的 OK Did I do the right thing 有没有什么东西 你觉得我做的不对 你要让我知道 那 这个过程 当我决定要跟我爸爸 有这一番对话的时候 我很庆幸 我的儿子说 他想参与 所以在这一个对话 那一天下午 我永远记得 我觉得是一个 很珍贵的一段对话 就是我爸爸跟我 跟他的孙子 我们一大三代 真的讨论了 人生这件事情 而且讨论了 终究有一天 How do we say goodbye You know And We 我觉得 不是每个人 都会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有的时候 也许没机会 这个事情发生 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发生 当然我觉得 我们庆幸的 We know 可能坏了 And我们 做了这个动作 去让那一天的对话 发生了 那我到现在为止 我相信我这辈子 我都会 有这种感觉 那个是我 我一生中 肯定是 影响我最深的 其中一段对话了 能够我们三个 在一起讨论 生死 怎么去面对它 我觉得多么的重要 You have to listen And you have to listen You have to You have to create that space 你有那个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何尝 它不是一种 一种恩典 Right 因为我们太多时候 我们每一天 我们就这样忙着生活 我见到彼此 什么事情完成了没有 什么东西做完没有 东西都是在一个 务实的一个层面上面 但其实太多时候 我们在跟彼此 在那边 好像在交代事情的时候 其实底层是一个 很深刻的关心 当然 这就是人 我讲 其实我们的人 人本身是无知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努力一点 去把这个织造回来 努力一点的去知道 我们不知道什么 我发现 那 当我们现在两个人 做爸爸的 我们会讨论说 我们怎么样讲 我们才能够让自己的孩子 听得懂 对 我们该说什么 我们的责任 我们尽我们的可能 用说话的方式 举例的方式 让他去听得懂 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要去做的 那一样 我们相对的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责任 因为有一个人 也花了他一辈子的时间 在跟我们说 我们到底听懂了多少 你知道吗 但是 当然 like I said 我们是人 we're not perfect 我也曾经年轻叛逆过 也嫌我爸烦过 我们也有过我们的摩操 有过我们的争吵 一样的 这个是人 但是 don't forget 该听的时候 他想要你听到的 或者是你应该要听到的 千万别忽略了 因为这里面一定有 很重要的message 无论是从他给你的 上天给你的 安排的时间 安排的地点 安排的这个对话 珍惜他吧 我想我们很多 在人生里面 我们会听到的一些话 我们是听到 可能我们要给自己 一段时间之后 突然有一天 我们才会听懂 但是那个听懂的那一刻 也是蛮不错的 Yeah Absolutely And you know 然后你接下来 你也做了一个课程 在把你最近的这些领悟 对于给孩子的 给 希望孩子可以带给世界的 没错 这些 你把它变成一个线上课程 对 所以应该我们 其实这个节目 它播出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上线了 已经有名字了 就是聂云的亲子教养课程 聂云的亲子教养课程 Great 其实我开玩笑 我们就在讲 我很多年以前 我出过一本书 叫做做梦都会笑的幸福 那时候我是新手爸妈 我跟大部分新手爸妈一样 就是人生第一次 结了婚 从单身变成一个进入婚姻 你进入婚姻突然生命里面多了几个胖小子 好玩 每个好可爱 那个肉 那个脸 那个亲 乖 好好玩 真的那个幸福是做梦都会笑的 One day they're going to grow up 会长大的 所以我一直很想要写 我想要写一本续集 这个续集叫做梦醒十分 不是那么回事 OK 不是每天都那么幸福的 你的烦恼是跟着你走一辈子的 确定不是nightmare s are almost true something like that 或者是全面启动 好 对 所以我 当然也许现在的形式不一样了 有这个机会做这个 其实我把这个当成我的书的续集 比如说孩子小的时候 你大大的去enjoy 他小的时候那个可爱 那个幸福感 OK 但是接下来他要长大成人 他的一步一步的成熟 其实做父母的 是我们的责任 有一些正确的观念 有一些正确的信息 我们必须要让他知道 对 我们必须要让他知道 OK 那这个过程从一个baby 到一个小孩 到一个青少年 到一个大人 甚至是 到了大人之后 其实这个成长的 每一个阶段的转换 要面临的东西 我们要怎么准备它 去面对这个世界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 因为其实这个课程 其实也是给爸妈的 其实在这个转换里面 其实爸妈也要转换 我们面对孩子 跟面对青少年 跟面对我们的孩子 有一天像你变成了一个 四十几岁的人了 三十几岁 三十几岁 你说也是给爸妈的 所以这个课程 它是给孩子听的 主要是给孩子听的 还是主要给父母 主要是给爸妈听的 主要是给爸妈听的 但是我觉得 我给爸妈听的是说 这些东西是我们爸妈 必须要让孩子知道的事情 而其中一个就包括 包括的 art of listening art of listening art of listening 我们聊得很开心 今天我们虽然一开始讲到 聆听是各种不同方面的聆听 我觉得还有一个聆听 我们未来还可以讲的 就是例如说你当老板 对不对 因为你创业过 跟员工们沟通 跟合伙人的沟通 这个里面一定都有 另外的其他的聆听的一些学问 所以下次我们再找时间 我们再来聊一聊 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的问题就是 永远碰到一起 觉得时间不够 那我们以后再多聊一聊 那很多听众 我觉得都变成说 我们一起聊天的对象了 太好 太好 Alright Thank you Dennis Thank you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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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回见 希望今天节目内容 有让正在收听的你 获得一些灵感 一些把人生过得更美好的灵感 如果你喜欢刘萱的 How to 人生学 欢迎在各个收听平台 按下订阅 如果你是在Apple Podcast 收听的话 也请帮我留下五星评分 告诉我为什么你喜欢这个节目 也欢迎把节目推荐给你 身边需要的亲朋好友们 假如你想接收到 更多过好人生的心理学资讯 欢迎追踪我的FB跟IG 连结都在节目资讯栏中 刘萱的How to 人生学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